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尔文在他的书里面 他会去指出来 有一些困难的地方 那比如说他讲到一个东西 眼睛 他说我们有一些Organ 有一些器官 看起来是很复杂又很完美 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光线 可以看到这些景象 那有很好的景细度 那 他说这样的一个眼睛 你很难用偏责的想法去解释 他这个写法很有意思 他先说一个困难 然后他说我怎么可以解决 他说这个眼睛啊 这么复杂 一定是从比较稍微不复杂的结构开始 然后一步一步变了 所以他并不是突然一下出现一个这么复杂的器官 他是逐步的出现 那结构呢逐步的变得复杂 只要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有用 这个东西就会被留下来 每一个阶段只要稍微有一点变化 让他的功能变得好一点 他就会被slip留下来 所以让这个器官就越来越变化 那到今天我们这么复杂的问题 那 他的这个 文章的写法是先说困难 然后告诉你我怎么解决 可是也有很多人没有看懂他的这里 这里有一个 这个报纸上 达尔文对眼睛的口具 就是说达尔文都自己承认了 这个是个难题才没有办法解决 事实上达尔文 告诉我们说解决的方式 就是你想象说每一个阶段都有功能 再来是说这个眼睛是不是就是perfect 这很有趣 我们的眼睛看起来这么复杂 我们非常依赖我们的视觉 可是我们仔细去分析他的这个 后障会觉得他不太好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设置 这个我们的这个视网膜 上面有感光的细胞 感光的细胞就是接受光线 可是我们的设计很奇怪 这感光的细胞是光线进来 要穿过层层的细胞 才会达到感光细胞 感光细胞放在最底层 这是很奇怪的设计 因为你要接受光线 你不希望受到任何的阻碍 你应该把它放在最前面 那这个是 这就是彰宇 这个头竹类的生物 他的设计就比较好 他的这个感光细胞 是在最外的 所以相对来讲 我们 vertebral的眼睛 脊背动物的眼睛 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视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是因为我们的感光细胞在最底层 然后它的方向又反 它的神经是在外层 然后这个神经要这样子送到脑 就会从这个地方穿进来 所以你的视网膜就变成它不是连续 有一个点 所有的神经都要从那个点钻过去 冲到脑 就是视网膜上面就会形成一个区域 是没有感光细胞 这个我们叫做盲点 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盲点 所以你用一些光学的方法可以测试 我们可以有你的视野里面 有一块你其实是看不见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会感觉到这样呢 因为你的眼睛和头盔一直在动 所以就弥补这样子的 那同样的这个投足类的眼睛呢 就没有这个问题 它没有毛病 所以你说我们的眼睛是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所以反而说演化 反而用这个方法来支持 这个是演化 因为假如你是一个设计师 设计from first principle的话 他就不会设计出来一个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不完美的结构 是因为它从最早的结构开始 每一步它都有一些功能是可以用的 虽然它的新的方法并不一定是最好 可是在那个阶段它还是有用 它就被留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身体的动作 不一定是最理想的 就很看它当初是不是这个方式是 可以被接受可以留下来的 所以眼睛在它的演化论里面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用来讲说它并不是设计出来 而是扩达的演化 已经还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这个是一本演化的教科书 它的封面就是各种眼睛 各种眼睛从结构 它的功能对光线的这个解析度 怎么感受光线 这个怎么去反射光线 然后它的胚胎发育的这个过程 看起来都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眼睛 眼睛的出现非常非常的早 所以有人就从这样的资讯去说 眼睛在演化上可能是独立出现 可能几十次 因为每一个都不一样 所以他说这个可能是多次的独立起源 那有人就发现有一个基因 这一个基因呢 叫做PAC6 这个是最早在老鼠和在果蝇里面找到的 在果蝇里面 想要这个基因坏掉 眼睛就不见了 这个是果蝇的正常的副眼 大大的红色的 里面有很多的小眼 白眼 规律 漂亮的一个构造 在这个基因图片之下 这个眼睛就完全不见了 所以这个基因叫做Iris 就是没有眼睛 基因的命名是用它的Phenotype 它坏掉了 所以它就没有眼睛 这个基因叫Iris 最有趣的实验是 它只要把这个基因 表现在身体其他的地方 在这个实验里面 它把它表现在翅膀 或者腿 或者触角 结果就在翅膀上 长出眼睛 腿上面长出眼睛 这个是头上的触角 就长出眼睛 这倒是我们这一个基因 单一的基因 是眼睛发育所必须的 required 而且是充分的 sufficient 只要有它就能够长出眼睛 没有它就长不出眼睛 所以就把它叫做一个主控基因 master regulator 单一个基因 控制眼睛的发育 那在果因里面我们估计 这样一个复眼的发育呢 大概要2500个基因参与 很大一个比例 果因也不过大概就是 一两万个基因 所以就是很大一个比例 参与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想像 这一个基因 它要管到这么多 它很可能就是最上流的那个开关 它开就开启整个program 那这个program 就会往下去做 整个眼睛的发育的过程 这样一个基因的功能 最早在果因里面看到 然后就发现这个基因 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生物 从人 复杂到人 老鼠 然后鱼 献虫 一直到很原始的这个水母 这样一个区 通通都有 然后在这些不同的生物里面 它的表现的位置和它的功能 都跟眼睛的发育的关系 那 这一个很漂亮的实验 就是想要把 人的这个基因 表现在果因 会产生什么结果 结果就在果因的翅膀上 也长一个眼睛出来 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基因 即使果因和人 在眼花上面已经隔了这么远 它的功能 作为这个开关的这个功能 还是保留的 还是抗射的 所以当你把它放在果因里面 还是可以 turn on这个program 然后做出一点 那我问大家 它长出来的眼睛是 什么样的眼睛 果因的眼睛 所以它turn on的眼睛 turn on的这个program 还是属于果因的 我们只放进去一个人的开关 可是后面的这个program 还是果因 所以它会长出来 果因的眼睛 那这样一个重要的基因 调控一个复杂器官的发育 从非常原始的这个生物 一直到很复杂的生物都有 所以舍见说 也许眼睛呢 它的起源是只发生一次 单一的 通通都是从这个基因开始 然后后面的这些变化呢 可能就是分了很多支出去 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证据 就是说 所有的眼睛 它都要感受光线 那感受光线的这个分子 还有一个很小的分子 是用来受到这个光的波长的影响 结构会改变 这个叫做retinal 非常小的一个无积分子 有积分子 小分子 然后它要跟一个蛋白质结合 就形成我们的感光色素 那不同的蛋白质跟它结合 就对不同的光线 不同的波长会有反应 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 侦测不同颜色的光线 那不同的生物 有的有三个这样的色素 可以侦测三种颜色 有的可以四个 那有的可以侦测紫外光 所以这一种色素 也是从非常原始一直到 都是 所以表示说感光的机制也只发生一次 它的整个器官的发育也只发生一次 这样的话我们就看 最原始的眼睛会是什么样 那 大家看到这个水母 非常原始的一个生物 它有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原因 可是它的幼虫的时候 有一颗细胞 这颗细胞里面呢 一颗细胞里面就有一些感光的色素 可以接受光线 然后它有一些黑色的色素点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感受光线 我们还要知道光线的方向 所以在所有后面的眼睛里面 它都有感光细胞 还有一些色素细胞 色素细胞打在后面 所以你的光线的方向一定是从前面 这样我们就知道光线的方向了 所以最原始的单细胞里面 就有感光的色素 有遮挡光线的色素提供的方向 只是这样还没有用 你感受光线它一定要连接到某种action 所以在这个单细胞里面 它就有边毛 就刚好在刚才讲的这个结构的旁边 所以感受到光线以后 就会影响到边毛的运动 就使得这个单细胞可以侦测光线 然后调整它的运动的方向 所以这个可能是最简单 最原始的眼睛的除息 那从这里开始就变得复杂 那到了蜗虫 它就有把它刚才讲的 一个细胞里面的功能 分成了几个细胞 所以它有这个感受光线的细胞 然后有这个色素细胞做屏障 然后当然这个连接到它的身体的肌肉 可以控制它的方向 那在之后呢就有各种各样复杂的运动 所以从这样的概念上 我们可以去想像 用这个例子来想像一个复杂的器官 在运动化的过程它是怎样出现的 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 它还不知道有基因这件事情 它只知道这些性状是可以遗传的 那后来我们都知道基因 基因控制这些性状 那我相信大家也都学过 一个基因可以有不同的例 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 大家都知道大A小A 同一个基因你可以有大A小A 或者一个基因是大B小B 这个就是不同的形式 那不同形式可能代表 同样的基因它的功能 会稍微有点差别 比如说有的可能是它的功能坏掉 有的可能是它的功能比较强一点 或者少掉百分之三十 可以有各种各样 那这个我们叫做合理 那我们来看一个ideal的状况 想要在一个族群里面 某一个基因它有两个而已 就是大A小A 或者这边用A1A2 那么假设说它的frequency 它在这个族群里面出现了几率 几率是P和Q 那想要族群里面就只有这两种 所以它们加起来一定就是百分之百就是1 所以P加Q等于1 那这样一个族群 假如这些个体交配 所以有的个体是有大A 有的有小A 那然后它们交配 那这个就会mix 重组 那 所以假如这样子 重组就会产生 一个扣带呢 得到两个都是A1 然后这个是A1A2 A2A1 这个是A2A2 这个是A2A2 Q Q�� Ecuador QP即是有两个 所以就变成K2 P的平方、加上2TQ 加上Q的平方 那还是要等1 那这样算下来 在第二个angemix P的这个A1的比例 还是P 那 两个A2A的比例还是坚 就是原来的U的P和Q 加起来还是等于U 那用这样的方法 当然就很好去想象 这个Alleo在族群里面 它怎么分布 怎么计算 可是这样的东西的成立 有它的条件 它的条件是 第一个 族群size要很大 族群价很小 然后它要是一个isolated population 就是我只考虑这一个族群 那假如旁边有其他的族群 就可能会有影响 那假如它的Alleo的frequency 跟我不一样 这个时候就会有影响 只考虑一个 隔离下的一个population 第三个条件是 这里面的所有的个体 交配 必须是random 那random的mating 其实在三间很难真正的发生 第四个条件 是所有individual在这里面 它的繁殖的成功率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A1 A2 并不影响它的生存或繁殖 完全是一个neutral的利用 然后第五个条件是没有新的notation 我们只考虑原来这两个 然后符合所有这些条件就可以维持到这样 那obviously这个条件一讲出来你就知道 自然状况之下不存在这么ideal的状况 那可能在很多实用的状况之下 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来approximate一个计算 那这边就是类似这样 我们假设它有不同的aleal 那这个有大血有小血 那遗传上大血指的是 这个allure的影响是dominant 就是血系 那小血是隐性 所以你就看 当这个大血小血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产生的性状跟这个大血是完全一样 所以表示这个大w的影响是dominant 所以有这样两种性状 然后这个呢就是图 这两个它们在这种phenotype 在族群里面的比例是这样 那就可以计算它的alleal frequency 然后就可以套用刚才这个公司去算 所以这个是在 把演化去转换成为我们考虑 DNA考虑基因的这个alleal frequency 那刚才讲的那样的条件 不容易嘛 我们来看一些extreme的状况 这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小岛 太平洋上面一个小岛 那它在1775年 有一个很大的台风 台风过了之后又有饥荒 所以整个小岛上面的population 最后剩200个人 然后这200个人后来也没有其他人移民进去 所以后来一直到今天这个岛上的居民 基本上就是这200个人分子出来 那目前大概有3000个人左右 那在当初的200个人当中 可能有一个人带有某一个基因的突变 让这个基因坏掉 这里写的是 recessive loss of function 就是这个基因坏掉 可是它是隐性 所以对这个人来讲 它没有什么伺服 可是当它繁殖繁殖 后面这都是很多是它的后代 后代之间在交配 繁殖就会产生所谓的homocybin 就是一个个体带有两个copy 都是坏掉的基因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phenotype 这个phenotype就是它会是色盲 然后对光线非常的敏感 那它的识别会比较差 这样的形状 在正常的population里面 非常少见 大概是2000分之一 可是在这个岛上面的族群呢 是20分之一 它的比例增加了100倍 所以这个可以推回去说 当初这200个人当中 可能有一位 至少一位带有这样的族群 这种现象呢 可以叫做一个photonin 我们就可以想像一下一个瓶子里面 有三种不同颜色 绿色 红色 黄色的球 那假如你从这个瓶子里面 到了几颗球出来 这个时候这几颗的random的因素的影响就比较大 所以这几颗里面假如说 红的比较多 黄的比较少 那它们去繁殖下来 在这个个体呢 红的就比较多 黄的就比较少 因为它经过了一个瓶颈 产生一个这样的效应 那这种状况 that just happens random发生 并不是因为这个基因特别怎么样 不是因为这个红的球特别好 只是它刚好多一点留下来 那我们讲的这个 滑头呢 以算是一个extreme phase 稍微图群大一点 假如时间够长 其实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几颗的罪 那这种现象 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Founder effect 就是 这两百个人 就是这个族群的Founder 他们辨定这个基础的开创了 那我们今天有一些理论说 人类的演化 有一个夏娃里面 就是人类的演化 可能从非洲 然后出现 然后这个minecraft出来 那最早出来的 可能人数非常的少 那其中也许有一个female 她的后代 Dominator 后面出了人 那这一个female 她的这个栗腺体 细胞里面的栗腺体的DNA 我们现在可以trace 就是说我们所有人的栗腺体的DNA呢 因为都是从妈妈来的 那都非常非常的接近 也表示说我们所有人的这个母系的起源 可能最早是有一个母系 一个下娃 那这个就是一个Founder 你看 最早期的这个Founder 可能只有非常少数 那有这个去模拟 然后你做Computer Simulation 就是有几个不同的Allel 然后你让它Random的Fructulate 这个Mainting 那假如Population Size很小 然后这里是Population Size只有4 这里纵轴是某一个Allel的Frequence 你看到只有4它很快 就变成0或者变成100 它就Fix了 就是这个族群里面 百分之百都是这一个的利用 或者百分之百是另外一个的利用 那假如族群大 这个是4 就看到它在那里Fructulate 可是并不容易Fix 那假如40呢 它就会过比较长的时间 才会Fix 可是像这个 假如够久 By chance 就会有少数的Population 某一个Allel会Fix 或者在这里 或者在上面 那这个就是Genetic Dream 就是我们的演化 有的时候某些基因被留下来 某些Allel突变被留下来 并不是因为它比较好 只是Random的Chance 这是演化上一个很重要的 那小族群 这个影响就是比较大 那有很多的Variation 有很多我们性状的差异 并不一定会被Seline 或者说它流到今天 并不一定是因为它有特别的功能 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指纹 我们的指纹 可能有它某种功能 可是指纹的Variation 好像没有任何的功能 也不一定是功能上面比较好 可能是by chance 就是Genetic Dream 然后 Not every trait of an organism or every use of a trait by an organism is adaptation 不是所有的都是有用 Not every adaptation is perfect 刚才我们看眼睛的时候 已经看到这样的 再来我们看这个种 species的这个概念 那达尔文的那本书就是说 Origins of species 那种对它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种的定义 可以有其中想法 a group of individuals that actually or potentially can intergree in nature 可以互相交配繁殖 在自然的状态 或者说 the biggest gene for possible on the natural condition 正常状况之下 它们是有机会去交配 并不一定要真正发生 所以你假如是在 美洲有一群牛 在亚洲有一群牛 它们 假如你把它放在一起 它们有机会交配 可是平时它们是独立 可以isolate 那因为它的 gene pool 是可以通的 是可以intergree 所以它是share 一个genetic的这个limit 总和总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它们没有办法reproduce 没有办法交配繁殖 或者说繁殖之后 没有办法继续繁殖 所以 都有reproductive barrier 不同种之间 有一些状况 让它们没有办法交配 前面讲的是natural 状况 只要说geographically isolated 一个在这个岛 一个在那个大陆 这样它们没有办法 正常状况之下没有互通 就会变成不同的种 那genetically也有 就是有一些是在mating 就不会发生 譬如说这个种跟那个种 所有都完全一样 可是它在春天发起 那个在秋天发起 所以正常状况之下 这两个不可能去交配 这个是cremating的isolation 还有一种是posedly 我可以交配 可是交配完的这个后代 没有办法繁殖 所以我们看 几个有名的例子 马和鱼 horse和dunty 是可以交配的 它们会生下后代 那就是这个mu 螺 那马和鱼 它们的染色体的数目不一样 一个是64 一个是62 所以交配之后呢 它就有两套的数目不一样 两套染色体的数目不一样 所以这个 它在后续的这个细胞分裂 会出现问题 所以它没有办法繁殖 那 等到这个 爸爸 是dunty 妈妈是horse 他产生的后代呢 就是mu 就是mu 等它反过来 爸爸是horse 妈妈是dunty 那它产生的后代呢 就是我们比较少见 就是hini 那它的生存啊 繁殖都比较差 所以比较少见 那这个形态上面都有所不同的 这里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生殖的过程当中 妈妈和爸爸 有不同的构线 双方都提供了DNA 提供了基因 精子和卵子 都有细胞核 细胞核 细胞核里面有染色体 染色体是DNA 这个都一样 可是精子呢 除了这个细胞核里外 几乎没有别的东西 卵子里面除了细胞核 它还有很多的细胞质里面的东西 所以妈妈对后代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在妈妈来的DNA 所以和爸爸来的DNA 是有一些标记 所以到了后代 它是认得出来哪一条冷色体是从爸爸来的 哪一条从妈妈来 然后这两个的表现 会有所不同 所以对后代的这个影响也不同 从这样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爸爸和妈妈 颠倒过来 产生的后代就不同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 这个是狮子跟老虎去交配 正常状况之下 这个是不会碰到一起 不会交配 可是在动物园上 我们可以人为的 让它交配 那假如这个公的是tiger 公的是lion 母的是tiger 那就会产生一个叫做liger 就是把这个公的放在前面 lion tiger 什么叫liger 那 反过来呢 叫做tiger tiger lion 所以公的是老虎 母的是狮子 那 这边可以有不同的 这个 这种名称 那 这样的个体呢 当然 到前面讲起来 它是应该不能够反击的 可是也不完全 这个 male 的liger 和tiger 是stero 就是不能够反击的 可是female呢 它是可以的 但再往下一代就更糟糕了 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这个species 的定义 是以它能不能够interview 能不能够繁殖 后代是不是stero 是不是能够继续繁殖 假如两个species不能够通 那它们就有机会独自演化 因为我在这个族群里面 发生的变化 是传播到另外一个族群 所以它就会 accumulate 各自的不同的变化 然后就让它们 变得越来越不一样 一开始有一个 reproductive barrier 某种isolation 然后会让它们越走越遠 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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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每个人都不断高 也让你越来越来越了 越来越多了 越多了